未今時我們換一個焦點關注一下,正在江門進行的中國女排超級聯賽 昨晚女排聯賽繼續展開,麥朱婷領銜的天津女排迎戰接江隊的挑戰 結果天津隊就以3比0大比分輕鬆戰勝對手 這個賽季女排超級聯賽,天津隊無疑就是最大的奪冠熱門 隊中不單有中國第一球星朱婷,還有李瑩瑩,姚迪等國家隊級別的球員 不過上一場比賽他們是不敵光蘇隊,令到他們目前在A組積分榜上沒有辦法登頂 而浙江隊儘管三戰三勝,但這場比賽他們還是雪藏了部分主力 以準備下一場和恒大女排的比賽,有些戰術性放棄的意味 首局的比賽,天津隊在朱婷的帶領之下沒有碰到太多的抵抗 他們很快以25比13,獲得大比分的領先 第二局,天津隊也換下了朱婷,隊中重點培養的王毅竹頂替登場 他也有著不錯的發揮,兩邊都換上了更年輕的陣容 比賽也一度激烈起身 不過進入中段過後,天津隊在李瑩瑩的帶領之下連續拿分 往前的優勢也十分明顯 浙江隊難以招架天津隊的進攻,25比18,天津隊再下一局 第三局的比賽,場上的局勢仍然被天津隊牢牢掌握 不過,浙江隊的年輕球員還展現出敢打敢拼的精神面貌 場館比分一直落後,但每一次成功的扣殺難忘 都能令姑娘露出沒有辦法隱藏的喜悅 畢竟能夠跟實力強大的天津隊過招 從他們身上吸收養分,也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最終,天津女排以25比21再贏多一局 從而以3比0的大比分,橫蘇浙江隊